我覺得新鮮人的馬尾 一定要有一點點捲度 有一點點弧度 然後像永兔的臉是屬於比較 有殺傷力的 她不講話 她不講話也是有殺傷力的 這個 你看 她有一點殺傷力 所以其實你綁這麼高 你的殺傷力其實更有殺傷力 還有其實很多上班族的女生 很喜歡綁起來之後 然後這邊就這樣一片 對啊 很遮臉 很難遮臉 對 就這樣子有陰影的感覺 臉比較小 好 妳看我剛把她的線 分過來一點點 然後她剛剛是只有這樣一片而已 我分到後面這樣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瀏海分區 因為瀏海等一下固定 對你們來講還滿重要 我反而分比較大片 因為她的前面這裡頭髮比較少 我們也不要有洞 所以等一下這個地方 就可以讓她頭髮是乾淨 但是是不要有那個洞的 然後其實像新鮮人 尤其上班族 尤其如果你是服務業 或者是你是櫃台 或者是你是小秘書 我都建議 馬尾不要太高 最好是在你的耳朵正中間 如果你想要再高一點點 你頂多頂多緊繃 就是耳尖 就是耳尖這個地方而已 因為她正面看起來又乾淨 然後她又沒有什麼殺傷力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沒有精神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高度 然後其實我們都講說 不要用那個梳子 可是像永兔它這樣 這麼多鬚鬚的 滷滷 啾啾的 我會建議就是還是梳順一下 不然實在太亂了 其實也沒有很好 因為我沒有綁得很緊 這樣 我沒有綁到很緊 因為上班你還是不要 就是沈家儀 不是要綁太緊 等一下還沒好 大家不要急 然後其實我會建議 就是你們可以在尾巴 上一點點卷 一把 直接來 直接整把 我自己我都直接來 如果頭髮很厚 然後你就分兩區 對 老師 綁好再 不是 綁好再卷跟卷好再綁 因為你不一樣嗎 你綁之前卷的話 有可能會太多了 綁之前卷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綁起來再卷的 像有時候我比較喜歡俏皮感 我尾巴就會 俏起來 這樣 對 往外 如果我喜歡俏皮感的話 我喜歡 你喜歡什麼 俏起來的 誰喜歡捲 捲進去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新鮮人 瀏海 一樣 往外 不要直直的一片 往外 然後新鮮人麻煩你的瀏海 不要在那邊什麼高度都不要 你就是乖乖的 順順的 然後等一下 然後再用定型一定 就這樣梳一下 乾淨的 我最喜歡女生這樣子 頂多就帶一個那種細細的頭枯 有的是不讓它溜下來這樣對不對 對 這樣好乾淨喔 對啊 老闆看了就覺得整個舒服 有精神 對啊 而且很簡單 那個麻味很可愛 然後用大寬梳 不知道多久沒這樣子 這樣梳一下 把它兩邊收一下 因為畢竟妳是新鮮人 請妳不要想太多 不要太花枝早展 妳可能日子會難過 對不起 我噴到妳的臉 對 妳看 順便定妝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黑色的 但是只有一點點小重點 對不起 那兩顆是什麼骰子嗎 不是啦 這兩顆就是讓妳的黑色 黑暗的那個頭髮裡面 有一一點點光 然後有一點小球球 我告訴妳上班族新鮮人 妳的髮飾 第一 千萬不要太招搖 妳不要給我 妳不要給我上班 我一定會帶這個 妳真的好像沒有人帶這個 新美姐 下班後 男生也會 新美姐也會 新美姐 但只有菲菲會好不好 沒有 她會帶很多 我就是看那我忙拍下來給妳看 立馬 譬如說銀行上班的 銀行上班她會帶這個 譬如說公務人員 怎麼可能 辦公大樓中午放飯 很精采 只有菲菲 誰會 妳看我們本團隊四樓 只有菲菲她會弄的 我跟你講 辦公 銀行人員連這個 他們都不太敢改 不敢... 他們也不敢的 這個也不太敢的 對 他們也不太敢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小小的這樣子 新鮮人就選這種小小的 然後一點點經典 就是亮亮的 不然就是選這種 就是妳知道 又來又來 又是花又是毛 就是妳知道 或是像這種深色 然後有一點點亮 有 有 在我們過年前有買 我知道啦 妳知道我最近經濟 我在網站上有大推 最近經濟比較不好 所以呢 就是 我有大推還不好 我一推大概有50萬人 要問我這在哪買 謝謝 謝謝 那我寫妳牌子寫推了嗎 好 好 少打一個 好啦 反正就是毛尾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記得 然後就是不要耳尖以上 然後再尾巴可以一點點捲度 如果你俏皮一點 尾巴可以彎 然後再來呢 瀏海的部分 可以上一點彎之後 再往後塞 耳後噴一點 定型一定型 妳一定不會夠人玩 大家一定會喜歡妳 簡單利落的馬尾 發尾帶點微微的捲度 展現元氣滿頂的態度 主管印象保證100分